23岁的何游君在最强大脑一战风神 而金沙小男友23岁了还说不利做话 这谁看了不得汗流加倍 投票推选一日导演环节 金沙以爱为名 历见小男友单子大任 因为我希望他多尝试一些 然后他就能成长更快 为了帮助一个孩子的成长 大家伙看热闹不嫌是大 猪丹皮小奶狗发表上任宣言 王大爷强调每次发言 必须得是5个字以上的完整句子 然后完整版宣言来了 我觉得上任之后就感觉上任了一样 我们认真点 我真的晒干了沉默 为了带动小奶狗的积极性 朱丹主动听话题 结果给人下戒吧了 那导游我们现在干嘛 我们现在坐车 好在小奶狗手上还有本导游手册 可以照着念 就是吧 我寻思他不是上期毕业的吗 学校不敢安排排词课吗 你这词得好好念 哦 接 接下来我们右手边之处 为阳关 我说话可可巴巴 加油 看得出来根本是真的没有当演员的想法 下车时 小奶狗倒是没忘记自己导游的职责 就是说话比较吃力罢了 拿好大家的随身衣物 我们排好队一起下车 我们表现出友好的姿态 都到游览地了 当导游的怎么都得给介绍介绍吧 但小奶狗实在是害怕得紧 现在要不要说点什么 说点什么 嗯 嗯 好 好 呃 好没有凝聚力的一段 想说又不敢说的 只能隔两秒问问金沙的意见 我要现在读这个吗 不要在这读吗 我现在读吗 我可以读了吗 怎么说呢 我要是这么没主见地缠着我妈 他高低得给我两个大笔灯 一行人来到出关的地方 NPC将他们拦下讲解规则 小奶狗哆嗦的不行 收到 你哆嗦什么人 嗯 嗯 微 微严 被要求爆出所有人名字时 小奶狗也是够可爱的 请在五秒钟之内 桌嗦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开始 王彦琳 一 王彦琳 二 艾嘉妮 三 朱丹 四 周一维 五 数剑桃数剑桃 不是给你数名字 我再给你倒计 嗨 五秒钟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我必须科普一下 当年小金途都破解花容道 也就用了21秒